12月2日起 與香港記者站在一起圖片展第二部分 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展出 多名來自香港的大學生表示 警察將校園當成戰場不可接受 支持港人繼續抗爭 這165副圖片是與香港記者站在一起圖片展的第二部分 13位攝影記者冒著危險 記錄了近6個月的港人抗爭事件 11月 香港警察衝擊大學校園 並逮捕上千人 尤其引人關注 剛剛入讀多大的陳同學 曾於6月至8月參與反送中運動 陳同學說 港人不斷被自殺 被拋樓 被扶屍 在家中被拘捕 種種的不公益是引發更多港人走出來的原因 他想要消滅我們這個這個自由 或是這個文化 我希望香港能夠繼續的隱聚起來 能夠就是好好的對抗這個政權 無論最後結果如何 希望你們能堅持下去 多大法律系 兼職教授 Wincent Wong也呼籲 在國際人權日來臨之際 各國應關注香港校園遭受的嚴重人權侵害 該圖片展將在多倫多大學的Hot House 展出至12月31日 新台記者 珠峰 加拿大多倫多報導 好 讓他們這樣子 佳 metic thou 好 好 好